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莫读 第七十五集 敲警老邱打招呼让他们去看监控 哎 你要说这个事到底有没有什么内情 那就得你们查了 反正如果让我看 这就是一起后车全责的交通事故 这辆宾利就是周俊茂的车 从机场出来一路行驶正常 司机开车也挺规矩的 这都没问题 肇事大货从北源桥进来 我们从北源桥路口那个监控开始编号 编成一号 老邱把高速上密密麻麻的摄像头 按照编号排好挨个放给他们 当时机场高速这方向车辆不多 从第四号监控开始 大货车就跟宾利开在同一个车道里 两车中间曾有过几次其他车辆 都先后超车过去了 走到16号监控这儿 这辆大货和前车之间就没什么了 但是车距还是挺安全的 然后你看 大货车在通过第18号监控的时候 和前车的距离突然明显缩小了 再仔细一看 发现它非常均匀地在加速 好像司机踩在油门上的脚 忘了拿了下来 通过20号监控 测速摄像头显示 大货车的速度已经接近每小时140公里 明显超过限速 随后 那个货车司机就跟瞎了一样 以这个速度狠狠地追了前车的围 第21号监控完整地拍到了追尾的全过程 当时那一状非常惨烈 即使是心有准备 看得人胸口 还是咯噔一下 骆文昭问道 赵氏司机人呢 死了 没送医院就断气了 行车记录一现实 他已经开着这车跑了十个小时了 妥妥的疲劳驾驶 如果不是死者家属 一直闹了空说 是谋杀 我个人看完这监控啊 觉得这事挺简单的 就是这个赵氏司机 疲劳驾驶 精神恍惚 脚一直割油门上没放松 让车一直加速 光一下 全完蛋了 骆文昭问道 这司机什么人 有钱科吗 司机叫董钱 49周岁 就是一个跑运输的大火司机 刚才过来认识的是他一个车队的同事 说这董钱挺老实一个人 在这条路上跑了有小十年了 从来没出过事故 也没惹过麻烦 骆队 哪有那么多有钱科犯法的犯罪分子四处逃窜啊 再说你看他那样 也不像跟宾利扯上关系的呀 下力还差不多 老邱此时接过了骆文周递给他的烟 嗯 报警员靠不靠谱啊 不会是那些有钱人想搏眼球炒作吧 骆文周没有妄下结论 直到他亲眼见到了报案人周怀信 见识了张东来与周怀信等人 骆文周不得不承认 在烟城本地生产的败家子儿们中 废度啊恐怕还算是画风比较正常的了 按照成年男子的身量来看 周怀信有点纤细过头了 几乎就是一根行走的麻干 受得双颊凹陷 让敏感的刑警们几乎怀疑他吸毒 他身上穿了一件不知道画了什么玩意儿的T恤 外边套着一件西装式的马甲 马甲有他到膝盖那么长 两边开叉到了腰部 活向前后挂了两片屁股帘子 右耳上字耳阔往下 打了七八个耳洞 挂满了金属环 厚重的眼线盖在眼皮上 这会儿已经枯花了 晕出了一对骇人的黑眼圈 周家墙上挂着一幅怀信公子的大作 油画足有三米长 色调非常的阴郁 洛文周是一个俗人 不懂艺术 对美术作品的欣赏水平 还停留在越像越好的层次 然而即使是这样 他见到这幅画的时候 仍然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窒息感 那幅画色泽暗淡 线条狂乱 乍一看 好像是常见的暴风咒语主题 可是仔细一看 画布的左上角竟然是个太阳 那些铁锈一样的红褐色线条 描绘的原来不是风雨 而是光线 血色的光线下面 画了大片的芦苇 所有的植物都低垂着头 死气沉沉地东倒西歪着 几具面朝画布之外的人形骸骨 若隐若见其中 盯着这幅画看了两久 简直让人觉得反胃 洛文周压低了声音问费度 我呢 有点跟不上你们这种潮流 小周少爷这幅大作 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 费度看了他两眼 大概是线条的颜色太像血了 他有些不舒服地移开视线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这幅画应该是在一处海滩别墅完成的 几个名模趴在沙滩上 给他当人体模特 应该就是那几个骨架的原型 原来这幅画的主题是红颜白骨 色即是空 他的风格确实不太到人喜欢 别人怎么样不太清楚 反正我是看他爸的份上 才掏钱买他的花了 费度小声说完 正好看到周怀信行销鼓励地走下楼 一边走一边抹眼泪 费度脸上表情一变 幻化出了一个完美的忧心忡忡 他走上前去关怀道 没事吧周兄 周怀信乍一见到熟人 满心的委屈 几乎要从眼眶里边钻出来 颤颤巍巍地叫了一声肺野 他像一个巨型乳焰头鳞似的 一头撞进了费度的怀里 一股闻起来像肺子粉一样的香水味 扑面而来 浓烈地顺着人的鼻腔往上涌 呛得洛文周 偏着头打了个喷嚏 费度被周怀信扑得往后退了半步 板正了尖给他靠 手却须须地落在一边 并不主动和对方有身体接触 身世出了一点正人君子般的风度 他对着周怀信低声劝慰几句 然后抬起一条胳膊给他扶 缓缓地把周怀信引到一边坐下 周怀信抽抽气急地问 你怎么会来 我在念书啊 被导师派到试局实习 直到这个时候 周怀信才留意到旁边有几个陌生人 他弯腰从桌上抽了一打纸巾 一边打哭嗝一边说道 你们 你们是警察吗 飞爷 你你练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 爱好 真那么小众 不行 我心脏弄 你给我靠一靠 周怀信像是一条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 毫不客气地就靠近了肺肚的怀里 骆文周莫名地看他不顺眼 在旁边公事公办地开了口 据说你执意不相信周先生的车祸是意外事故 请问这件事情有什么依据吗 周怀信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 我爸爸每天兼职健身 春天还去跑过马拉松 他不可能就这么突然没了 肯定是有人想害他 跟在旁边坐笔录的狼桥 忍不住插嘴道 小周先生 我知道呢你可能是一时接受不了现实 但是周老先生是死于车祸事故 别说是马拉松了 就是铁人三项也没有预防车祸的功能啊 周怀信要死了似的哽咽一声 仿佛狼桥是一个迫害小公主的大眼巫婆 费肚轻声说道 周兄啊 这个是不能当证据的 周怀信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的知觉是最准的 我爸平日出门 都开的那辆有防弹玻璃的打车 就今天坐的这辆偏偏就出事了 这是小鹅嘛 他上个礼拜刚刚过完几时打授 习天说好了准备退休 向立遗嘱 把他手里边的股票 留一部分给我和我哥 这礼拜刚回来去 周怀信说到这儿 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什么 陡然闭嘴 弱不禁风似的把头埋在了肺肚的身上 捂着胸口不吭气了 洛文周目光如电地戳在周怀信的身上 周老先生救你们俩儿子 就算不利遗嘱 他的财产将来也是你们兄弟俩的 为什么你认为会成为他被杀的理由呢 小哲先生 我知道你难受 但是既然报了案 就想严肃对待 那个 你能坐下来说话吗 我不知道 我只管画画 不懂家里边那些事 你们找我打搁去说去 反正我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明天一早就管回来 周怀信抬手捂着脸 避开洛文周的目光 汽车那么大一个兄弟 比刀枪至死力打多了 满大街都是合法的拿着兄弟的人 摘了人命 只靠不是故意的事故 就能盖过去吗 你们管不管事了 说话者好似无意 但是听者却都有心 废杜仿佛是想起了 自己父亲的那场车祸 脸上的表情顿时就淡了几分 骆文周简单粗暴地掀起周怀信 把他从废肚的身上给扒了下来 赵氏司机已经死了 小周先生 你是在暗示我们 有人不惜以命换命 也要谋害你父亲吗 周怀信透过浓重的黑眼圈 悠悠地看着他 这位警官 你是不相信 钱能买到命是吗 骆文周他们跟周怀信 纠缠了将近一个小时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真的脑残 还是装孙子 有的时候明显能察觉到 他是欲言又止 好像明明知道什么 却不方便对外人说 问了一通一无所知 他们要走的时候 周怀信却拉住了废杜 意味不明地问 你听过那些留言吗 废杜递给骆文周一个眼神 回手拍了拍周怀信的肩膀 别多想了 周怀信不肯松手 小声说道 你能陪我 等我大哥回来吗 废杜还没来得及说话 骆文周就已经 带他做出了回答 别磨蹭了 晚上还得打报告呢 实习生 废杜对周怀信 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手势 随即被骆文周揪住了肩膀 一把推出门外 快点 废杜脚下 亮枪了半步 被骆文周连催带赶地 回到了公务车里 并不以为意 嘴角依然挂着笑意 狼桥瞪着大眼睛 小声问道 呃 废总 那个周神们的蛇精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没有 就是空虚寂寞了 狼桥恍然大悟 痛心疾首地感慨道 你们这些顽裤啊 迷烂呢 骆文周甩上车门 一抬手把他们俩给扒了开 伸手一点狼桥 你要是有人家那么多的雄性激素 也不至于架不出去 废多 周怀信 遮遮掩掩掩不肯说的 到底什么事啊 江湖谣言啊 德高望重的周老先生 有一个私生词 为什么是江湖谣言啊 因为我反正不大相信 废度伸长了腿 在地方宽敞的副驾驶上 伸了一个懒腰 这个动作 让他那好学生的伪装 微微露出些破绽 一点狠废度的漫不经心 冒出头来 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周家早就回来认了 反正 骆文周直觉他后边说的话呀 准不是什么好话 已经做好了打断他的准备 但是 却听见废度似乎是想起什么似的 自行把话音给打住了 狼桥顾名所以追问 反正什么啊 反正周老这个人 持身一向比较正 就算是早年私得有亏 应该也就那么一次 这几十年他做过不少的工艺 也算是浪子回头 他的夫人已经顽固多年 应该 也不会再有人说什么 人无完人嘛 犯过错再回头 不是显得更加可贵吗 废度真事似的一本正经 对狼桥说道 我相信 以周老的个人修养 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过去掖着藏着 狼桥听得连连点头 认为废度三观很正 和小黄书上那些无法无天的霸道总裁不一样 完全堪称当代青年的道德文明表率 第七十六集 骆文周略带警告的瞪了废度一眼 听出了他藏在义正言辞之外的前台词 废度的意思是 他们这帮孙子呀 普遍认为各把私生子那不算事 尤其是混到了周俊茂这种程度的 别说他的夫人早已让位了 就算是还活着 在他完全依附于这男人的情况之下 也根本管不了他在外边生了几个孩子 废度话音一转 不过空穴来风 也未必完全没影 周桓信关于车是明目张胆的凶器的话 很有道理 我看 要不还是查一查那个赵氏司机吧 他的话音刚落 萧海洋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萧海洋被骆文周打发去和赵氏司机董钱的同事 了解他的个人情况 这个小眼镜啊 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标点符号 骆文周觉得手机信号 都被他旋风式的语速 撞得突突作响 骆队 我已经跟董钱的同事聊过了 情况基本和老旧说的差不多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所以我又自主主张的 查了一下他的账户财产兵力和家庭情况 现在跟您汇报吗 眼镜啊 人已经死了 咱不着急 来 深吸一口气 慢点说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你查了这么多 连董钱的体检报告都翻了 董钱先去本事 结果婚老婆死了 家里面没有人 他自己关居养个女儿 女儿名叫董晓晴 24岁未婚已经毕业 在一家百货公司当会计 妇女俩的账户和财产情况都没有异常 所以我开支基本符合其生活水平 董钱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生活比较朴素 收入也还可以 家里边有六位数的存款 名下有一套房产 最近一年的体检报告显示 他有点三高 除此以外 其他指标都正常 哦对了 我还找到了他女儿的工作单位 董晓晴的同事证实 他近期没有大笔开销 没交男朋友 没有大病 情绪非常稳定 洛文州开了免提 车里边的三个人 都被萧海洋这一套 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 相声罐口功夫给震住了 狼桥喃喃地说道 我的妈呀 这也太 萧海洋啊了一声 啊 不是要排除买熊杀人吗 我的思路没错吧 洛文州伸手虚虚的一点狼桥 随后问萧海洋 照你这么说 他上没有老 下没有小 家里没有负担 手头也算宽裕 那他接这种时间紧 任务重的货运任务 是偶然呢 还是经常啊 这 海洋啊 大货司机疲劳驾驶 在业内其实很常见 他们这种老司机 都会睁着眼睛迷糊一会儿 脚不会放在油门上 董钱开了这么多年 车都没出过事 既然他最近身体 心情都没什么波动 为什么偏偏今天出这种事 要确定 这到底是不是买熊杀人 你用穷局法 挨个排除自己想象得到的情况 这种调查方法 是不太严谨的 毕竟世界上 还有你想象不到的问题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还是能找到一个 有证据支撑的出事缘由 萧海洋急急忙忙的说道 好的 陆月 马上去查 等等 我就是那么一说 现在这个情况 还没有被定性为谋杀 你先回 话还没说完呢 萧海洋那边 已经风风火火地挂了电话 骆文州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萧海洋 原来在花市区分局 不受待见了 除了这个小眼镜 特别不会聊天以外 光是这种随时准备 篡位夺权一般的工作热情 在王洪亮等人眼里 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安全意患 怪不得 他们压根就没想过 要把此人 纳入自己的范畴 报案人话也说不清楚 其他相关人士 还在往阉城赶 法医也暂时没有结论 除了一身的鸡血 狂奔着跑出去 寻找真相的 萧海洋同志 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事干 骆文州 就地解散了 临时调查小组 他没让郎乔回去在值班 把他送到家门口 然后和废杜一起 回了市局 换自己的车回家 此时再一刷手机 周俊茂的消息 已经是铺天改地 废度随便翻了两条 周家果然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啊 趁美股还没收盘 我现在叫人做空手势 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路口掉头的地方 略微有些堵车 骆文州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说 哪个周怀信啊 不是他还能有谁 这么快买到头条啊 你听这条 周市集团董事长周俊茂 遭遇车祸身亡 事件蹊跷 已另有隐情 赐子已报警 怎么样 唯恐天下不乱吧 周俊茂这种人 就算是正常死亡 大家也都会自己想象 一处豪门恩怨 何况是 真的出事故呢 周怀信是周老的财产 继承人之一 现在恰好只有他一个人 在国内 如果他不第一时间 哭着喊着 报警求救要求彻查 那么 别人会给他安排 一个什么角色呢 毕竟 人人都认为 马尔康和道纳本 杀死了他们仁慈的父亲 前方的车流尾灯 像是一条长龙 首尾无边 洛文周假装 没听出废杜这句话 是在影射他自己 若无其事地问道 这周怀信和周老爷子 父子关系怎么样啊 不孝子 边缘人 跟整个周氏格格不入 上面有十项全能的 大哥作笔 还能怎么样呢 想想也知道 关系非常紧张 那你呢 据我所知 你青少年时期 没管过什么 出格的事 又是独子一个 怎么你也和你父亲紧张啊 废杜先是一愣 随后 他转向了洛文周 洛队对我兴趣这么大吗 不过 听说按照我国社交的潜规则 人们只有在考虑把对方当作潜在配偶的时候 才会刨根问底 插户口的呀 他说着 侧过身 略微朝洛文周靠近一点 你确定你想知道吗 那可不行 你得先跟我签一个 以身相许的意向书 正好前面的车子往前蹭了一点 洛文周一脚油门 把车子踩得窜了出去 随后又一脚急刹车 光当一下子 把废杜振回到了副驾驶的椅背上 不想谈就说不想谈 少跟我来这套 废杜笑了起来 果然不再说谎 两个人彼此沉默了一会儿 路口的红绿灯转了一个轮回 掉头车道里边车流再次停下来 恐怕呀 还要等下一次机会 不耐烦的司机在四周此起彼伏按着喇叭 偶尔有人拉下车窗 透露出车里品味各异的音乐 废杜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也许是因为夜色浓郁 也许是因为拥挤的人群之中 那种特有的孤独感 他忽然开口说道 有的时候我发现 一个人是很难挣脱自身的血统 和成长环境的 骆文昭看了他一眼 观念 习惯 性格 气质 道德水平 文化修养 这些可以后天改变的东西 就像是植物的枝叶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把自己往任何方向修剪 废度靠在椅背上 半眯着眼睛 望向烟尘的夜空 但是更深层次 更本质的东西 却很难改变 就是在你对这个世界 还没有什么概念的时候 最早从成长环境里边 接触过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会沉淀在你的潜意识里 你心里边每一个通过母语 获得的抽象概念里 都藏着他们的蛛丝马迹 你自己意识不到 但是 他却会笼罩你一声 废度说到这里 好像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他心里边有一扇门 门板后遇千军 门轴已经袖继斑斑 使出浑身解数 也只能推开这么一脚条缝 骆文舟耐心地等了好一会儿 他却没有再往下说 手机能借我一下吗 骆队 随着他的这句预告 骆文舟全身的神经元 下意识地集体跑到了 自己垂在一侧的手上 随后 肺度十分轻缓地 附上他的手臂 那手指修长而冷峻 手心却是热的 没费多大力气 随时给他撤退的机会 难以形容的感觉 顺着骆文舟的右手 蜿蜒向上 车里边的温度 也陡然上升了至少两摄氏度 骆文舟小臂的肌肉 下意识地紧绷了 可是他却莫名地没有抽回手 肺度低着头 小心翼翼地扣住他的手 那个模样 让骆文舟想起半夜被噩梦惊醒 跑来蹭他枕头的络衣锅 后边的车不耐烦地鸣笛 骆文舟机灵一下 这才发现已经变灯 肺度一瞬间的脆弱 像是蒸汽一样悄然消失在空中 他桃花眼尾轻轻一翘 飞快地揣起骆文舟的手 在他的手背上 亲了一下 骆文舟猛地抽回手 你找抽吧 哎呀不好意思啊 实在不好意思 骆队魅力太强大了 一不小心就得寸进尺了 骆文舟被他给气笑了 肺度这小子啊 真是十八般武艺 七十二番套路 他一边加速开过 好不容易才穿过的路口 一边冷冷地说道 肺度 我是不是才惯着你了 肺度察言观色 觉得自己撩过头了 因此他有张有迟地闭了嘴 没有火上浇油 在骆文舟暴躁的东钻西钻里 拉紧了车门上的门符 一路腾云驾雾的 贴地飞回了市区 骆文舟把公车停好 脸色微沉地 示意肺度滚下车 我可没有朝熟人下手的习惯 欠干 找你那些爱话小骷髅的 酒肉朋友去 说完 他甩上车门 转身走了 肺度一个人在公务车里 就着难闻的车载香薰 独自品尝了一会儿 骆文舟 遗留得气急百坏 肖海洋一路小跑地赶到医院 远远地看到目标人物 他一边跑 一边拿出证件 冲一个失魂落魄的女孩 亮了出来 董小晴吗 你好我是 董小晴冰冷冷地目光 打断了他的话 警察 我知道 你不是跑到我单位去调查了吗 怎么 查不出什么又来审我了 肖海洋为人有些木讷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 有些慌张地 轻了轻嗓子 十分讨人闲地说道 我只是稍微了解了一些情况 董小晴倔强地瞪着他 肖海洋不会绕弯 想不出怎么缓和气氛 干脆他就直输胸义 硬闻 董小晴平时接的都是这种任务重的活吗 据我所知你们家 我们家没有钱高利贷 家里边没有人得绝症 我爸爸也不是还不起钱的烂毒鬼 我们穷归穷 过得挺好的 不需要为一点臭钱去杀人 董小晴一把抓起旁边的手机 热闹的话题在网络上发酵 流言蜚语 朝着孤身艺人的女孩 张开了血盆大口 他猛地把手机砸在了肖海洋的身上 我爸爸出事故 是他的错 他的责任需要赔多少钱我来承担 不够我可以去借 这辈子就算当牛做马 我也能还上 但是你们不能凭空的这么诬蔑他 他已经死了 没有嘴可以替自己辨认 你们非得 沾着人血吃馒头吗 萧海洋默默捡起了董小晴的手机 说道 那个 我妈就是出社会没的 当年她为了这个 整整一年都不敢碰撑 好不容易才敢重新我方向盘 现在 你们居然说的 为了钱开车撞人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你们这些人 怎么能这么坏呢 董小晴的眼泪 汹涌地滚了下来 仇恨地瞪着萧海洋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 期待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